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上期节目结束的时候呢 说到风子凯想到日本去留学 那他后来去日本了吗 当然去了 在1921年 24岁的风子凯呢 就决定去东渡日本求学 为了留学啊 他变卖了祖产 又向姐夫借了400多块钱 勉强凑足了学费 他就一个人来到了东京 风子凯在东京主要是学习绘画音乐和日语 在绘画方面他专攻探笔画 在日语方面呢 因为有在当年念师范学校的时候 李淑彤和夏缅尊两位老师 在日语学习上的指点 所以风子凯在日语学习方面进步得非常快 在音乐方面呢 风子凯学得也非常快 竟然在短短四个月内 就拉完了三册小提琴的练习本 和几个清歌剧的曲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 人物百家继续为您讲述 著名漫画大师风子凯的故事 他有这么多的特长 为什么他偏偏喜欢漫画呢 那是因为啊 他这个与生俱来的这种 对绘画的那种灵感 和对绘画的那种偏爱 同时呢 他的人生经历当中 有很多很巧妙的机缘 比如有一次啊 他在日本的街头漫步的时候呢 就看到有一个旧书摊上摆了一本画 这个画呢 是竹九孟二的画册 名字叫做《孟二画集春之卷》 竹九孟二是什么人呢 竹九孟二啊 是日本一位自学成才的简笔漫画家 而且在日本倒是非常有名 他的画呢 虽然是西方的构图技巧 可是画里面的趣味 却充满了东方元素 非常的具有东方画的味道 嗯 所以说丰子凯呢 就觉得哎 这些画作呢 就像是无声的诗 当时丰子凯受到很大的启发 他更加清晰了 在未来漫画艺术道路上的方向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对 丰子凯在日本学习了十个月后呢 所有的盘缠钱都已经花光了 没有钱了 没有办法 就是不得不打到回府 嗯 回国后呢 因为他跟夏勉尊老师呢 是非常好的朋友 就在夏勉尊的介绍下 进入了浙江上榆白马湖的春辉中学 教授图画和音乐 那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他的漫画人生的呢 这个啊 跟一个伯乐可有这个直接的关系 这伯乐又是谁啊 嗯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次呢 开校务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 这个校长讲话讲得非常长 丰子凯呢 就觉得非常的无聊 他呢 就开始观察周围同事们的不同的姿态 回到宿舍以后呢 风子凯就把他观察到的会议场面 画成了图稿 嗯 这件事情之后呢 风子凯就开始尝试着 把更多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一些细节 和其他的内容 画成漫画 就在这种随性的创作过程当中 风子凯遇到了人生当中的一位伯乐 就是著名的作家 朱自清 1924年呢 朱自清和于平伯办了一份 名为我们的七月 这样的一份刊物 嗯 他就觉得 风子凯的画呢 画得很好 所以就像风子凯要了一幅 刊登在他的这个刊物上 这幅画的题目呢 是 人散后 一沟新月 天如水 这也是风子凯出版的第一幅漫画 那他的画登出去以后 有什么反应呢 哎呦 太好了 当时很多人呢 都非常喜欢的画 觉得这个画画得非常的有意味 那为什么他的画里边透着很多童趣呢 这是跟他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呀 风子凯在27岁这一年呢 他的大儿子风华詹出生了 风子凯可是一个好爸爸 嗯 他对待孩子呢 非常的认真 对孩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用心和了解 后来呢 随着家里的孩子们渐渐多了起来 风子凯就开始在刻鱼之时 亲自体会和孩子们亲密相处的那个美好时光 那时候呢 他经常抱孩子 喂孩子吃东西 给孩子换尿布 他也会唱小曲 哄小孩睡觉 还画漫画 逗小孩笑 风子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非常用心去体验孩子们的这个心理活动 他敏锐的感觉到了儿童的内心世界和成人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 有什么不同呢 比如看这幅画 这幅画的名字叫爸爸不在的时候 嗯 画面的大概意思呀 就是说风子凯的儿子詹詹 爬上书桌 卷起衣袖 拿起毛笔 双唇紧闭 脸上一副非常认真的神情 做着爸爸平时常做的事 可是当时孩子们有注意到啊 其实他的爸爸就在他的身边 正以独特的视角来捕捉儿子调皮 而又天真的童趣 好可爱呀 像小大人一样 还有啊 你看这幅画叫做爸爸回来了 这幅画也很有意思 你看啊 这个画面上这个小孩 把爸爸出门时的穿戴 都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那么大的尺寸 然后穿的这个长衣大袖的 这样呢 来满足对爸爸出门以后 所做的那些事情 作为一个儿童 他那种好奇的心理 感受啊 这个非常非常有童趣的 这个一个瞬间的场景 就越然直上了 而且这个画 这个画呢 能看到这个 童趣 童真和这个童心 是不是啊 是是是 风子凯呢 总是设身处地的去了解儿童的内心世界 因此呢 能以独特的儿童视角来描绘出耐人寻味的漫画作品 嗯 挺有意思的 嗯 是挺好玩的 这样的作品呢 还有很多很多 比如说是 《沾沾的梦》 《阿宝两只脚》 《邓子四条腿》 《结婚游戏》等等等等 风子凯的漫画作品呢 真正大量刊登 并广为人知 是朱自清向风子凯要的那幅画 登出以后的事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呢 一刊登出来啊 正是那幅画 引起了上海同行们的注意 尤其是办文学周报的郑振夺 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这幅画 所以呢 1925年的郑振夺呢 就找到了风子凯 和风子凯商定呢 把他的作品 以子凯漫画的这样的栏目的名称 陆续刊登在郑振夺办的文学周报上 自打那以后呢 中国就开始有了漫画的概念 那他的漫画有什么特点吗 他的漫画是这样 风子凯在创作漫画的基础上呢 加入了当初在日本留学时 从日本画家 竹九孟二那里学到的 作画如作诗的创作理念 他把这个理念加进去了 他开始在表现那些充满现代生活的画作上 配上了古诗词作为标题 突出中国画的意境 所以人们就发现 富有童趣 简约而朴实的画风 再加上行云如实的文笔 一种古诗新画的搭配漫画画 开始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了 所以很快 风子凯就有了一个随笔大师的美誉 就是说 他在漫画里面加进了一些中国传统元素 然后呢形成了风子凯式的中国漫画 是吗 对对对 而且呢 随着他的画作不断刊出啊 越来越多的读者 开始喜欢上了风子凯的漫画 1926年 29岁的风子凯 出版了人生当中第一本漫画作品集 风子凯漫画 同年呢 他和夏缅尊等人一起开办了开明书店 又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 1927年 风子凯又出版了子凯画集 他的漫画家的名气是越来越大 这一年呢 风子凯正好是30岁 就在风子凯30岁生日那天 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猜一猜 什么决定啊 他不会是封笔了吧 啊 当然不是不是 他的这个惊人决定就是 追随他的恩师 红衣大师 皈衣佛门 成为一名在家的佛教居士 法名英行 他从此终身都在佛教中修行 那他还画漫画吗 当然要继续画呀 只不过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风子凯这个所有作品中 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画作 都自然流露出那种脱俗的禅意 和悲悯众生的人爱之心 他一生中啊 最重要的作品是跨越46年完成的巨作 《护生画集》 什么是护生画集啊 护生画集啊 是风子凯在红衣法师50岁的时候呢 他为了给自己的老师贺寿而画的武师府劝人爱惜生灵的画集 这里面呢 融入了红衣法师的诗词 他的书法 同时呢 风子凯还有著名的散文集 圆圆堂随笔等 这些著作呢 都蕴含着风子凯丰富的人生故事 《护生画集》为什么耗尽了他大半生的时间呢 对啊 前后将近50年的时间呢 这个呢 要从1928年 风子凯给红衣法师的贺寿说起 这一年呢 风子凯为了祝贺红衣法师50岁的寿臣呢 给老师寄去了一份贺礼 这幅贺礼呢 就是他精心绘制的护生画集第一卷 一共是50幅画 这50幅画呢 每一篇都是精品 李书童收到之后呢 非常高兴 并且呢 即兴为画集配上了文字 而且回信嘱咐风子凯 希望他每年都能把这个画集延续下去 而且这个画集一直延续到自己 60岁到100岁大寿的时候 都能够再收到画集的第二至第六卷 每集呢 分别画60幅至100幅漫画 这是红衣法师对他的厚望啊 那风子凯是怎么做的呢 风子凯立即就回信 向恩师承诺 世寿所取 定当尊主 就是说 只要我能活到那一天 一定尊崇老师的这个 叮嘱把这个作品完成 此后呢 师生就约定 风子凯每十年完成一卷画集 画作的数量和恩师的寿神相当 比如说在恩师红衣大师六十岁大寿的时候 风子凯为护生画集的第二卷画了六十幅画 还请恩师提了六十首诗 哎呦 这些画卷应该是很珍贵的了 哦 弥足珍贵啊 后来呢 红衣法师在不到七十岁的时候呢 就圆寄了 可是风子凯还是依照当年的约定 每十年出版一集画集 直到法师百岁的大寿 完成了诗一百篇 画一百幅的第六卷 护生画集 他在实现对红衣法师的承诺啊 对啊 君子一诺重于千金呢 就算是在文化大革命 风子凯遭受这个残酷的迫害时 还是依然克服了重重的阻力和困难 以超凡的毅力 在1973年完成了自己的承诺 可惜的是呢 在护生画集第六卷出版以前呢 风子凯因为在文革中被残酷的迫害 最终以重病离世 没能看到护生画集第六卷的出版 嗯 是有点遗憾啊 不过他还是了了他的愿了 是啊 呃除了画作之外呢 风子凯的散文也非常的厉害 所以说他的这个散文呢 在当时流传非常的广 是吗 嗯 对 不仅有的作品呢 被收入小学的语文课本当中 还有一些已是成为经久传越的散文的典范 比如1931年 他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啊 叫做圆圆堂随笔 这就是非常经典的一部作品 哦 那这个圆圆堂随笔是什么内容呢 圆圆堂随笔呢 是风子凯把自己在故乡石门湾生活的17个春秋 以及故乡的一草一木 风尚习俗 通过充满乡土风情的漫画和散文 淋漓尽致的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深情 嗯 这个作品呢 非常的有生活 非常的简约 而且呢 这个文字行云流水 他的文字虽然不多 但是每篇都非常的精道 字句和意境也非常的平和幽远 让人读了 倍感亲切 所以说呢 他后来的作品中 都或多或少 有很多这个圆圆堂的这个影子在里面呢 为什么在风泽凯的很多作品里 都有圆圆堂的元素呢 他和圆圆堂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 请您继续关注 人物百家漫画大师 风子凯的故事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 下期节目 我们将为您继续讲述漫画大师 风子凯的故事 欢迎您到时收听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意见 请您在我们的Facebook主页上留言 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